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美国前总统柯林顿,前国务卿希拉蕊夫妻,两人在纽约查巴克·查普奇的住家土地上,于当地时间3日下午20.50分,台湾时间今日凌晨30.50分,传出火景,七火地点为一栋特勤局建筑和柯林顿夫妇住处没有相连。 据美联社报道,当地警局指出,火灾于3日下午30.15分迅速扑灭,柯林顿发言人梅瑞尔·Nick Merrill表示,柯林顿夫妻当时不在家,一切都很安好,这座位于纽约市郊的房产,是在1999年由夫妇两人购入。 据CNBC报道,警察指出现场虽有一辆这货车待命,但最后没有运送任何伤患,因为火灾中无人受伤。 特勤局则在声明中透露,柯林顿夫妇住家后方有一栋独立建筑物,在二楼天花板发生小火灾。